木铁看他在出神,吞了口唾沫,润了润嗓子,小义提醒道,风头是从护不利不查核开始,但肯定是门下中书点了头才做的事情。 这是在提醒提斯大人,要让京都府尹换人,可能是宫里传出来的意思,提醒范贤,可不要仅仅为了一位孙家小姐,就和陛下的意思冲突。 范贤笑了起来,他当然没有兴趣在这个时候和皇帝翻脸,而且,仅仅为了京都府尹这个位置翻脸,也太不值得,陛下就算要赶孙靖修下台,也不至于要杀他,既然如此,就由着陛下发泄一直没有完全发泄干净的怨念吧。 忽然间他心头一动,想到皇帝曾经答应过自己保孙靖修无碍,应该不至于这么快便反悔,就算他想反悔,也总得看看自己的面子,不可能让门下中书出面才是。 他皱眉问道,胡大学士有没有就此事说过话? 如今的门下中书,以胡大学士为首领,如果皇帝真的是想通过门下中书做这项安排,那么门下中书的倾向应该从胡大学士的嘴里表露出来? 没有。 木铁看了他一眼,说道,只是那个贺宗伟有次久后说了一句,京都府所受的压力就大了起来。 整个监察院,包括范宅里的人们,都知道范贤十分厌憎增门下中书的贺宗伟大人,所以没有人敢在范贤的面前表现出对贺宗伟佩服,尊敬等等任何正面的情绪评价。 范贤冷笑一声,说道,久后说了一句,便让堂堂京都府饮食不知味,这位贺大人倒是好大的威风。 话虽如此,他也明白,以皇帝最近对贺宗伟的宠幸,贺宗伟只是借自己的口,宣扬一下陛下的心意。 如果孙靖休时去,只怕早就已经自请辞官了,只是这位京都府尹明显,不是个七巧玲珑之人,竟是没有体会到这一层。 范贤沉思许久后说道,这件事情我知道了。 木铁看了他一眼,没有去收拾桌上的卷宗,只是说道,大人即便要去孙府,也只需要提醒他一声,没必要做什么。 知道了知道了,就你话多。 范贤恼火地挥挥手,让他们叔侄二人退了出去。 还没有等范若若前来,又有下人来报,杨万里到了。 范贤精神一震,想到这丝如今在公布衙门做得极为顺手,一心扑在正式之上,倒是有许久没来请安,今儿怎么得了闲,心里也是高兴,赶紧让人把他请到了后宅。 没料着杨万里入了书房,嘿嘿的脸上倒是满脸委屈。 杨万里如今已经是公布和都四园外郎,地地道道的主办官员,以这个速度,十年之内当得上书,那是稳稳当当,却也不全,是因为范贤在后,替他撑腰的缘故。 这位官员经历了江南大地上暴日的磨练,早已不是当年只是清潭救国的酸腐秀才,而是地地道道的实干之力,所以才会在公布生得如此之快。 所以,范贤今日看着他的神情,便有些诧异。 他二人低声说了些什么,范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,最后也只是低声安慰了几句,便让他离开。 杨万里极少来府里拜访,范贤暗中知道,此子确实是每日都耗在衙门里,倒也不怎么见怪,反而刻意替他省下时间。 杨万里出去后,范若若才从后室里行了出来,微微皱着眉头说道, 又有什么事?范贤的表情有些沉重,思存片刻后硬道,居然和孙静修的事儿差不多同时, 贺宗伟那思道是越来越嚣张,我要保什么人,他就把手伸到了哪里? 范若若安静听着,才知道杨万里最近在公布衙门里过得也并不如何顺意, 户部如今也在公布衙门里查账,重点便是放在他主管的都水丝上, 后面甚至还有大理寺和吏部的影子。 杨万里每年有饭贤的银子供着,生活倒也优渥, 本身又不是一个贪腐官员,内因外因相加,从他守过的账目自然清楚无比, 户部再如何查也查不出问题来,即便是吏部私下约他问话, 对他的宅子以及匍匐数量提出质疑, 也被杨万里一句门师所赠辩挡了回去。 吏部那些官员总没有胆子上范府向范贤当面求证, 但是杨万里那边终究是被人抓住了些小尾巴,原因其实也和范贤有关。 这事儿还要从几年前说起,大江决堤之后的两年内, 范贤主管内库,凭借自己的手段、父亲的帮助, 以及夏明济还有范思哲在北方的线路, 从内库里捞了不少银子,再转了几道弯,又送到了当时的河运总督衙门。 那时候,杨万里还在河运总督衙门做事, 这一大笔让无数人心惊胆战的银子, 主理权就在他的手上,在银钱的运作上总有些书拆, 被人抓住了一些把柄。 尤其是吏部的官员更隐隐地提出质疑, 这些银子究竟是从哪里来的?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深究下去, 只怕真要死不少人才是,但问题是从哪里来的? 范贤唇角微翘,冷笑一声,骂道, 银子是从老子这里省吃俭用抠出来的, 陛下心知肚明,还要来查,还真是高恩厚德。 他看了妹妹一眼,叹息道,连护部也在插手, 看来我们范家也在难控制护部了。 在一个黄泉的社会里,身为臣子的范贤, 居然大言不惭控制护部,实在是大逆不道的埋怨。 不过他说的也不错,当年父亲范贤, 不论是任护部侍郎还是上书时, 整个护部都被打理成铁板一块, 不论是太子还是二皇子, 根本都没有办法伸手进去, 就连那年春河景明之日, 陛下想借护部之事闹些风波, 都被范贤不应不扬地挡了回去。 当年的护部便是传说中的独立王国吧。 如果是那时, 护部谁敢去查京都府, 去查杨万里这个范门学生。 即便党不过上义去查, 只怕暗中也早给范贤通了气。 只是随着范贤的黯然归老, 皇帝不紧不慢地往护部安插官员, 调任官员, 如今的护部早已不是当年的护部了。 范贤每每想到此点, 便有些替父亲大人生气, 虽然这气时再是生得很没有道理, 自范贤提到贺宗伟这三个字后, 范若若便安静了起来, 脸上微微有些尴尬与自责。 范贤看了妹妹一眼, 沉默半晌后说道, 别想差了, 光凭贺宗伟还不敢对我的人动手, 这定是宫里的意思。 当然。 范贤低着头继续说道, 看来这位当红的贺大人也是绝了与咱家联姻, 讨好我的念头, 决定紧跟陛下心意, 做一条中狗了。 他冷哼一声说道, 贺宗伟明知道陛下把他扶起来和我打擂台, 将来只有个不得好死的下场, 却也是身不由己, 既然如此, 他当然希望能够真正找到我与陛下间的大问题, 不停地刺, 激我, 希望我能真的翻船, 如此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。 陛下为什么要这么做? 这才是范若若心头最大的不安与不解。 范贤薇微微笑了笑, 自嘲说道, 陛下已经定了, 让我几日后接任监察院院长一职。 这是水到渠成之事, 范若若也没有恭喜什么, 心中的疑惑反而越来越浓, 既然圣卷一如往日, 陛下为什么选择此时对兄长的势力进行打压? 给根胡萝卜, 便要敲一棒子, 陛下时刻注意其间的分寸, 这是在提醒我, 也是实际上的削弱我, 他并不想看到一个手中全柄过重的臣子。 范贤看着妹妹, 忽然眉头皱了起来, 微笑说道, 而且最关键的是, 眼前的局势是陛下踢庆国的将来安排的局面。 门下中书为书, 以胡大学士领头坐镇朝堂, 下面监察院和督察院互相制衡, 监察百官, 如此才能保障朝廷的安宁, 他这是开始在试验性的勘探效果, 看他百年以后的庆国会是什么模样。 可是贺宗伟也在门下中书, 范若若不解问道, 这是因为监察院的力量太强大, 以前是陈平平, 满朝文武, 就包括我那位老岳父在内, 谁能压得住他? 后来是我, 就凭贺宗伟一个督察院左督御史的身份, 加上陛下的宠幸, 便想抗衡我, 也是做不到的事情。 范贤说道, 所以陛下不得已才让贺宗伟入了门下中书, 强行把他的品级提了提, 如今又先帮贺宗伟削削我的肩膀。 当然, 如果贺宗伟在朝中的势力真的大了起来, 陛下肯定又会帮我削削他。 范贤笑着说道, 什么狗屎帝王兴术, 平衡之道都是吃多了没事干。 范若若沉默许久后说道, 可孙家小姐还在边听。 听到此时, 她已经明白, 京都府影那边的局势果然紧迫, 只不过听兄长说这是陛下的安排, 她也没有想到, 范贤能够帮到孙家什么。 谁知道范贤沉默了许久后说道, 去告诉孙皮儿, 后日我必去。 范若若吃了一惊, 说道, 可是先前不是说, 这是陛下的意思。 范贤低头, 两只手交叉平静地放在副前, 说道, 我和皇帝陛下这三年来有默契, 如果换成以前, 陛下想削我的权, 我也就让他削了, 且让贺宗伟嚣张一段时间又如何? 可是, 现在不行。 他抬起头来, 笑着说道, 我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, 所以我要保证我现在还能握有足够多的权力。 你要和陛下打擂台。 范若若的眼睛睁得极大, 略带不安吃惊问道, 我还是年轻人, 心里有些火气总是被允许的。 范贤微微笑着, 笑容极为清新可喜, 根本看不出丝毫火气。 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, 如今的他, 必须保住自己想保的每个人, 用赌气的油透, 暂时维系住自己手中的权力, 这样才能学会如此正面那位强大的皇帝陛下。 范若若沉默许久, 知道兄长的心意已经定了, 不再多说什么, 只是忍不住笑着问道, 真的不去陪那位孙家小姐说说话。 我的确很怕他以后嫁不出去, 还是不见了。 范贤很无奈地说道, 就告诉他, 我很期待后日的寿宴。 文字幕您的支持 之后,